神说,祂一切都有预备,为我们来到道引。 感谢神,今天有这么多顶姐妹, 走完街,懂得来到这里, 崇拜,尊主为大, 我们为你们感谢神, 起码在神的家里面是安稳的, 因为主在会堂里面有说话来带领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吐歌, 亲爱的上帝,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刚才的诗歌, 每次给我们有提醒, 将我们的灵, 透过歌词的内容, 提醒我们, 知道神是看顾我们, 所以无论在任何境况, 我们不用惧怕, 因为你是创始成终, 掌管万有的那位神, 所以我们多谢你, 我们愿意在你面前, 谦卑顺服, 求圣灵帮助我们, 重申得力, 要我们明白, 我们是天父的儿女, 我们是有属天的职份, 我们可以自爱, 也都有能力去爱我们身边的人, 因为爱是从神那里来,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他们可以称为神的儿子, 主下,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祷告仰望, 奉教主耶稣基督命求, 阿们, 我想问一下大家, 这个题目, 叫做不被损伤的人生, 很多时候, 社会离不开是竞争, 当你带着小朋友要入学, 看到一条龙这么长, 学位就只有二十个, 你自己是二百多个小孩里面, 其中一个你的孩子在里面, 你有没有打算, 他进不了去那间学校, 你想入的呢? 还是你想你是那二十个其中一个? 个人都是这样想, 但不够位, 很多都是二十名以外, 那又要找第二志愿, 第三志愿, 很多时候, 在这里, 我们会沮丧, 大家又想想, 觉得社会, 世界上, 公不公平? 有时你想想, 如果自己找错, 当然觉得公平, 当自己看到身边那些人, 那些环境比我们好, 那我们觉得不太公平, 很容易是这样想的,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祭遇, 合不合理呢? 我这么勤力, 生得有分不上, 口材料得, 学问都过得去, 代人之物, 一般都得人中意, 但如果到今天, 我祭遇是这样的呢? 当你有比较时间, 你就知道, 你会不开心, 你会觉得自己, 为什么我不是那个位的人, 有时你正在工作, 你上头有上司, 或者你的老板, 你帮他打工, 很多时候你会觉得, 这个老板笨手笨脚, 想事又比我慢, 都不知道他怎么做老板, 但是你又要乖乖, 三十日之后等他出粮, 这条戏真的不太顺, 为什么? 我读书比他多, 他总是脚头好, 我们很多, 分分不平, 在我们的内心, 所以, 我们的祭遇,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 我们是, 比待遇得, 不合我们的理想, 我们是不开心, 今天跟大家看回, 《创世记》, 有十六字的经文, 分三个段落, 跟大家去讲解, 以及请大家去读, 第一个段落是由第一到第五节, 我给一个题目叫做, 《神赐人机会均等》, 哇, 几好, 刚刚说, 祭遇会很参差, 但是, 怎么可以说, 神给我们机会均等的呢? 我们一起读这五节经文, 起, 阿当和他的妻子, 夏娃同房, 夏娃就坏人, 生了该人就说, 借着耶和华的帮助, 我得了一个男儿, 他又生了该人的弟弟阿伯, 阿伯是牧羊的, 该人是种地的, 有一天, 该人把地里的出产拿来, 当作礼物, 献给耶和华, 阿伯也把自己羊群中一些投生的, 和羊的之由, 拿来献上, 耶和华看中了阿伯, 和他的礼物, 指示没有看中该人和他的礼物, 该人就非常愤怒, 垂头丧气, 一个不被损赏人生的开始, 大家都有父母生的, 在这里, 状态的第四章看来, 就让我们知道, 罪如何在人类的第一个家庭, 阿当夏娃那里, 就引起到家庭有纷争和痛苦, 前两次经文, 他说, 阿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 有了生计, 生了第一个儿子, 叫做该人, 他就说, 哦, 这个是借着耶和华的帮助, 我得到一个男儿, 得到, 几开心, 得到了, 对不对? 接着他又生了该人的弟弟, 阿伯, 阿伯是牧羊的, 该人是种地的, 各有各的职事, 不错啊, 当和夏娃生了该人之后, 他就很高兴了, 第一个儿子生了出来, 他以为已经得到了, 得到上帝的应许, 他是女人的后裔了, 所以他就被起个名叫做该人, 原来该人在原文那里, 他说是得着的意思, 但是, 当你对那些儿女期望越大, 你就失望会越深, 该人成长的过程, 就不似他父母所奇缘的, 从小就种坏了, 任性, 小霸王, 做事, 随己意而行, 所以当他生到第二个儿子的时间, 他改名叫做阿伯, 阿伯是什么意思, 阿伯原来原文说, 解造气息, 虚患, 甚至是虚空的, 我们中国人都很厉害, 如果连生几个女儿, 跟着第四个叫做带体, 是吧, 带个弟弟来, 我们会有期望的, 改个名字, 圣经不例外, 中学人可能早读圣经, 已经懂得这样改名了, 恩将, 他对大儿子该人的失望, 父子, 第二个叫阿伯, 阿伯是虚空, 虚空, 当做第二个儿子的这个儿子, 意思叫做虚空, 虚患, 他感受好不好呢, 意思是父母对这个第二个儿子, 都没有什么希望, 我们为子女改名都是这样, 男的叫他英雄气概成就的名, 女的叫他温柔与牙的名, 是吧, 都是这样, 希望他将来就跟着名来成就, 在第四章的三到五词里, 有一天, 你们读了经文, 那个人就将田里面种出来的出产, 拿来当作礼物来献给耶和华, 阿伯这个弟弟就将自己羊群中的一些头生的, 留意哦, 头生的和羊的之由, 拿来献上, 耶和华一看到两份的献物, 他就看中了这个弟弟阿伯, 他的那个礼物, 只是没有看中这个该人的礼物, 该人比了之后, 就非常愤怒, 垂头丧气, 圣经就这么说, 挫败了, 你看看, 当你看回经文第二到第五节, 你们读的经文的时候, 圣经里面交替的出现该人, 亚伯该人, 机会是均等的, 大家都提分这么多次数, 但是看到该人当献祭的时间, 他没有挑选地里首先初属之物, 他只是将地里生产的献给神, 意思是随手拿些东西, 做礼物, 做献物, 献给耶和华, 但是阿伯就将他羊群中投生的, 有简选了, 羊的献上, 羊的献上, 羊的献上是羊的内藏, 是很肥美的, 特别是弟兄很容易明白, 一般我们男士所喜爱的梅菜购肉, 肥美, 是很真实, 耶和华就看中了阿伯和他的贡物之后, 看到弟弟贡物喜欢了, 只是看不中该人他的贡物, 该人的贡物当不被选中的时候, 他就很生气, 大发, 雷霆, 愤怒, 在希伯来书11章4节, 这里再次提回阿伯的贡物, 是怎样来到给神来到看上, 希伯来书11章4节那里, 他说, 恩若信, 你献祭, 献礼物给神, 你要信神, 你要当他是神, 是你的主, 你的神, 尊重他之后, 你所做的行为, 所献的东西就美好了, 他说, 恩若信, 阿伯给该人献上的更美, 选过来, 用心机, 然后去造成这个祭物, 献给神, 藉着这个信心, 他就被神称许他为义人, 神就赞赏他了, 这是神指着他的礼物, 所作的见证, 所以阿伯后期虽然被哥哥打死了, 他虽然死了, 却值着信, 仍然说话, 一会儿的经文有交代这儿, 所以信是什么呢? 信的意思就是活出, 活出, 圣经没有说明神, 为什么不接受那人的献祭, 或者因为那人的态度不正确, 或者他所献的祭物, 不符合神的标准, 这个都不要紧了, 但是神选了他的弟弟, 阿伯那个献物的时间, 他就愤怒, 他就犯罪, 因为我们的神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神, 他会监察我们每个人的奉献的态度, 在针言21章27节那里这么说, 恶人的祭物是耶和华所厌护的, 如果我们戴着罪, 所谓恶人, 你献什么给神, 神怎么说, 不收货, 厌户, 你就放下, 更何况是坏着恶念来到献的呢, 经文就这样提醒我们, 奉献不是做给人看, 你是否预备好自己的心来到献上, 是不是良善的一个行为, 还是标榜自己的能力, 拼别人的称赞, 还是你做到最好的, 你都献给神, 所以神既然他是衡量所献上的东西, 也都衡量我们的动机, 他是监察人心的神, 当我们奉献礼物给神, 或者我们送礼给别人的时候, 我们都要想一下, 对方的需要, 送什么礼物是对他呢, 是会令他满意欢喜的呢, 那只是送礼, 我们也当献祭的时间, 不用每次计算自己的损失, 因为要知道, 万物都是由神那里来, 所以我们奉献的时候, 要欢欢喜喜, 将我们的时间, 金钱, 和神给我们的能力因此, 尽献给神, 我们接下来的经文六到第九节, 当个人不准神越纳之后, 不准选上之后, 他有什么回应呢, 六到第九节, 弟兄姐妹一起读起, 耶和华对个人说, 你为什么愤怒呢, 你为什么垂头丧气呢, 你若行得好, 喜不可以抬起头来吗, 你若行得不好, 罪就博在门口了, 他要纏住你, 你却要制服他, 个人对他的弟弟亚伯说, 我们到田间去吧, 起来, 袭击他的弟弟亚伯, 把他杀了, 耶和华问个人, 你的弟弟亚伯在哪里, 他回答, 我不知道, 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妈, 对答很精净, 他也不用请律师, 这个个人, 耶和华对个人说, 你为什么要发怒呢, 你为什么垂头丧气呢, 献了礼物之后, 献祭之后, 如果你做得好的, 你尽心尽意的, 你不可以抬起头来吗, 如果你做得不好, 罪就在你门口等着你了, 你就随意轻便, 随时你就会发怒犯罪了, 而且这些罪会纏着你, 搞得你的心术不正, 搞得你的心里面很重担, 又诡诈, 又憎恨别人, 又埋怨, 又妒忌, 你就要下下想办法克制这些反应了, 做得好, 行得好, 就是按份守记, 顺服上帝的安排, 在尼家书六章八节, 都提醒我们, PowerPoint有的, 世人啊, 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 即是何谓善, 在华本里叫, 他向你所要的又是什么呢, 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好联敏, 谦虚谨慎, 与你的神同行, 原来我们只要能够做到行公义好联敏, 和谦虚谨慎的话, 你就可以享受到神同在, 你就会远离罪, 行得不好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神的安排表示不同意了, 内心, 看自己的祭遇遭遇, 愤愤不平, 还有埋怨神, 个人, 他如果行得好, 就是同意神的决定, 他就得到神的悦纳, 他就可以抬头来, 不用头哒哒, 他可以欢恩过日, 也不用犯罪埋怨人, 还有想办法杀了弟弟, 除了眼中钉, 在美国, 在麻省理工MIT那里, 一间名校, 里面有一班博士, 其中有几个是中国人, 国内出去的博士后的研究生, 相当幼稠, 但其中有一个, 他觉得前面那两个, 自己同乡的, 硬是比他聪明, 次次写论文, 都是别人那些, 得到称赞多些, 自己那个就发来发去, 都是不多理想, 他就做了该人, 他就拿一架枪, 找个机会, 在货室里, 就打死了, 那两个在他前面, 拿过去那两个, 死完, 是不是到他, 没有敌手了, 但最后, 他都畏罪潜逃, 在另一个地方, 想想想, 都是走不掉, 搞定自己, 你不要看轻, 这种, 以为自己不准损上的人生, 是看得太重, 罪就博在面前, 你就要时常去和他博当, 所以圣经, 我经常说, 在某些场合, 是可以救命, 如果这个博士生, 他早点来我们恩福堂, 听了这篇道, 他明白, 道记是会带来这么大的仇恨, 他也都明白, 神要去中心去做研究, 就行的时候, 他排第三又如何呢, 都是头三名, 是不是, 所以, 神的说话, 是真理, 有真理的地方, 有自由, 当你看回《书客监记》, 33章19节那里, 都有这样提醒我们, PowerPoint那里有, 耶和华说, 我要使我的名, 一切美善都在你面前经过, 并且要把我的名字, 耶和华, 在你面前宣告出来, 我要恩待谁, 就恩待谁, 读那句, 大家, 我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哇, 我们的神说话, 不用和我们商量过, 当我要做, 他认为对的决定的时候, 他的主权就摆了出来, 如果我们明白, 神是这样, 有绝对的主权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犯罪, 我要恩待谁, 就恩待谁, 我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我们信服就可以了, 无论你在哪个社会光景, 你要知道, 神知道你现在的光景, 神知不知道该人, 是种地的, 当然知道, 知不知道阿伯是养羊的, 当然知道, 但是看你们两个的心术正不正, 你的心术是正的, 一样称赞的, 很多时候比赛都有双冠军, 对吗? 弟兄姐妹, 不一定是冠和亚的, 我们知道神有绝对的主权, 他选择, 他喜爱谁的供物都可以, 该人因为不安分, 他就发怒, 垂头丧气, 卖怨神, 心里犯罪, 他不仅仅如此, 他不仅仅如此, 迁路于他的弟弟, 阿伯, 以阿伯作他的竞争对手, 我们很多时候家庭都有兄弟姊妹, 或多或少, 但是如果你下下拿着家人来竞争对手, 就好意落在该人的光景那里, 千万不要惹, 离开这里之后就要改过, 免得积极的仇恨就会害了自己, 也害了家人, 他的心, 他埋怨阿伯, 他就这样想, 如果没有阿伯存在, 神就会选我的供物, 就喜欢我的东西, 所以就定意, 除了这个眼中钉, 将阿伯来到除掉, 这个就是罪, 就博在门口的意思, 他就纏于他, 他要千方百计去想杀人, 但是你却要制服他, 他最后输了给罪, 看第八节就说了, 那个人对他的弟阿伯说, 我们到田间去, 去罢, 先扔他出来, 没有说什么, 他弟弟就以为大哥有什么关照, 对吗? 那个人就起来, 袭击他的弟弟阿伯, 把他杀了, 因为他有动机, 出其不意, 一个坐头打下去, 那就搞定了, 你看看经文, 其实那个人是有几次机会去改过的, 神出现的时候, 就劝道他, 那个人要他不要发怒, 不可犯罪, 可惜神一离开了, 在他面前, 那个人就有道他的弟弟, 去到田间了, 在谈话之间, 出其不意, 就杀了他弟弟, 神一走开, 他就, 那些恶就出了来, 田间那里, 你想想, 那个空旷的地方, 就是没有人的地方, 所以这是一个有预谋的谋杀案, 那个人就将他的对手阿伯杀了, 因为妒忌, 他不抵得阿伯, 给上帝的悦恋, 自己就被上帝看不中, 所以妒忌, 是一个很毒的毒药, 不仅仅害了人, 也都害了自己, 在新约圣经都有回应这一段的旧约故事, 在约翰福音一书三章十一十二节那里, 他说, 我们要彼此相爱, 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到的讯息, 怎么起初? 创世纪一道, 不要像该人, 他是属那邪恶者, 杀了自己的弟弟, 为什么杀了他呢? 因为自己的行为是邪恶的, 而弟弟的行为是正直的, 所以去到第九节, 耶和华就问个人, 还给他机会, 你的弟弟阿伯在哪里? 他杀了一个弟弟之后, 耶和华再问他, 给他坦白重宽的, 他回答, 我不知道, 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吗? 挺好的辩驳, 当神无道, 犯了罪,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神就给他机会, 让他悔改, 当你读到刚才第二, 创世纪四章的第二和第八字, 那里有提到, 该人与他兄弟阿伯, 为什么要提得这么清楚呢? 不是与阿伯就算了, 提了他, 这个是你的骨肉, 强调该人与阿伯的关系, 亲生骨肉, 来到提墙, 但他也是照做, 你看回第四章的九, 十节, 十一节, 神连续有三次, 三次用你的弟弟阿伯, 来到提醒该人, 提醒该人所杀的人, 是他自己的弟弟来的, 把关系摆了出来, 很清楚的, 那个人就, 虽然神这样三次提醒他, 这个是你的弟弟, 但他都不认罪, 很冷酷地回答神话, 假认不知道, 所以他内心的肛硬, 你可以可想而知, 虽然亲生杀了弟弟, 全无悔意, 所以因为阿当夏娃, 当初的不信服神, 他们犯的罪, 的本性就传了给下一代, 也都将罪, 打给全人类, 所以我们出世时间, 我们的心, 都是带着罪性, 是要信了主, 来悔改, 我们才能够洁净我们的心, 每次读圣经, 阳圣经的说话, 光照我们的内心, 我们才会改得远离罪, 要不然那些罪, 在每个人的身上, 都是可以发动, 个人, 他因为不信服神, 就堕落成为谋杀犯, 当个人献祭被拒绝之后, 神给他一个认错的机会, 但他却是错过了, 所以他的余生, 成为一个不肯认错的人生的借鉴, 亦都是我们的尴尬, 当不认罪的时间, 神如何安置他呢? 在根据的经文第四章十到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吧, 耶路华说, 你作了什么事呢? 你的弟弟血, 地开了口, 从你手里, 接受了你弟弟的血, 现在你要从这地受咒座, 你种地, 地也不再吸力效力, 你必在 我的认罚太重, 过于我所能担当, 看下, 今日你赶逐我离开这地, 以致我要躲避你的面, 我必在地上流离失所, 遇见我的都要杀我, 对个人说, 绝不会这样, 杀个人的必遭报七倍, 耶路华就给该人, 立了一个记号, 于是该人从耶路华面前出去, 住在伊甸东边的罗德地, 这里讲到的题目是, 犯罪, 被罚, 神都是有一些怜悯, 还有怜悯在这里, 在第十一、十一、十二那里, 讲到他被神罚他的时间, 他要流离失所, 个人的谋杀罪, 受到神的严厉惩罚, 他说你种地, 地也不再给你效力, 你必在地上流离失所, 一个农夫, 是靠种地出来的农作物来赚钱, 如果这些地都做不出事, 什么后果, 破产也知道, 而且居无定所, 要流离失所, 之前阿当犯了罪, 他就要汉流加贝, 辛勤工作, 只得到户口, 现在人该人, 再怎样努力, 都填不了肚, 而且该人, 是不能够安定在一个地方来住, 是要流离失所, 这块地, 中极都没有东西出, 又要找个大块地, 不能够安居乐业, 流离, 就是描述一个人, 从这座城, 要走到那座城, 好像走烂那样, 失所, 迁移, 逃走了, 找地方躲, 住不定, 不是安居乐业的人生, 所以该人将会成为无家可归, 四处漂流密食的一群, 他的后人都是这样, 所以这些, 如果根据希伯来人的观念, 这种无家, 无根, 不属于任何团体的人, 实在是生不如死, 我们都是, 如果我们要朝不得晚, 东住住, 西住住, 不是日求两餐, 夜求一宿, 都达不到的话, 我们很辛苦, 很艰难, 在十三十四节那里, 那人对耶和说, 我的刑罚太重了, 他知道神罚他, 他说, 顶不住了, 他求回神了, 过于我所能当了, 他知道我顶不住了, 好了, 你今天赶索我离开这个地, 以至我要躲避你的面, 我必在地上流离失所, 遇见我的人都要杀我, 他知道他无路可走, 耶和说, 还有怜悯, 虽然要他受苦, 在十五节那里, 耶和说, 对那人说, 绝不会这样, 你辛苦而已, 罪不至死, 还加一句话, 杀个人的必遭报七倍, 就是杀他那个后果更惨, 那个人的遭遇更凄凉, 耶和说, 吸个人立了一个记号, 这个记号圣经我讲到是什么, 可能是, 那个面有得拉, 那个额头, 或者手受过某些伤, 有得拉, 好容易认得到是这个人的了, 这样, 对不对, 这个记号, 免得遇见他的人, 就击杀他, 神都给他留条生路, 七倍, 如果遭报七倍的刑罚, 是十足的重, 他说, 我受不了, 受不了, 所以你看回, 他得到这个记号, 其实里面, 也有带到神给他的救恩, 就好像《出阿吉记》十二章的二十一、二十三节, 你看回经文的时候, 当天使击杀埃及的长子的时候, 神的救恩怎么见到呢? 他说, 见到这些选民的门处和门尾上, 有血的记号的话, 就会越过这个家庭一样, 如如节就是这样来的, 神懲罚罪人并不是只出于愤怒和报复, 那是要去改正, 改过自身, 要我们改过, 当我们遇到挫败的时候, 你想想, 神有什么心意, 有什么功课给我们学, 我们犯了什么罪, 得罪了神哪里呢? 好好地安静, 思想下, 一定有来出路, 然后让我们改过之后, 恢复和神的关系, 所以其实, 我们是要有谦卑和反省的能力, 是很重要的, 当你看到神去喜悦阿伯的贡物, 他哥哥哥人就发怒来杀人, 这个成为我们一个学习, 不要跟他这样做, 一个反面的教材, 你做学生的, 或者公司, 或者主管对理, 或者父母对子女, 你有没有给责骂的时间, 你任意去发怒呢? 反面呢? 还是自己冷静下来看看, 为什么阿爸这样说我呢? 想想, 是不是? 为什么上司这样来指责我呢? 想想, 那你就可以发奋图强, 在创中学习, 你能够活出一个谦卑的人生, 又蒙神越纳, 所以在去到最后, 我的结语是, 神看顾, 神也都掌权, 无论我们做错了什么东西, 就算好像该人那样, 做错了一些发怒, 反面的东西, 但是只要我们改过, 神会继续看顾我们, 因为神是掌权, 祂就算罚我们, 祂都会给一个范围来罚, 留个印记给我们, 不用赶尽杀绝, 我们给这个环境, 神还有保护在这里, 所以我们的耶和尔神是一个什么? 守约施慈爱的神, 你看到刚才的经文读过, 纵使该人犯了杀人的重罪, 当我向神悔改, 说我顶不住的时候, 神又为你立一个印记, 仿条生路给祂继续, 面对自己应得的惩罚, 所以我们作为信了主的基督徒, 我们要传一个敬畏神的心, 常传一个清洁的心, 来到回应神的爱, 因为每个人的遭遇环境, 居住的地方, 你的成就得失, 很多时候, 不是我们想当然, 来到得到我们心里面想要的东西, 但是我们不要像该人那样妒忌, 心存恶念, 那是谦卑, 神一定会让我们重新得力,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神啊, 我们多谢你透过圣经的提醒, 那个人阿伯的故事, 我们知道我们是愿意将我们工作的成果献给你, 将我们传福音的成果献给你, 但是我们经常都忘记, 神你所看重的, 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成长, 有没有好像主耶稣一样, 有没有依照耶稣的吩咐, 去爱人如己, 神啊, 求你叫我们不要在忙碌里面迷失了, 透过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知道, 神你看重的, 是我们爱你的心, 尊敬你的心, 我们也都知道,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从你而来, 是你赏赐给我们, 包括我们的健康, 成就财产, 甚至我们拥有的家人, 神求你教导我们, 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在我们的人生祭遇上, 顺服于你的安排, 不法怨言, 凡事用感恩的心去领受, 好让我们在你的任备之下, 来到蒙恩, 享受到成为天父儿女的福分, 以上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吩咐, 阿嬷 , 阿嬷 表達 文字兽 完之中, 是奉静晴 声音乐 并被呓靠 声音乐 短音乐 闪耀 声音乐